各地网友都在热搜什么话题 我们用Google Trends 带大家来赶紧看一看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 请这个新一帮我们分析美国的热搜 好登上美国热搜 这个第三名的是一个剧 它叫做白莲花大饭店 那它是这个HBO的一个神剧 它其实本来预定只有第一季就要结束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所以这个 而且它还赢了这个本届爱美奖大赢家 包含拿下了这个 最佳迷你影集最佳迷你影集电视电影类的导演 男配角女配角总共是时尚大赢 非常的多 所以很厉害 HBO赶快 因为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订阅率嘛 所以赶快火速追击 没错火速续定第二季 然后这个第二季呢 在最近这个12号的时候 已经正式完截篇了 那大家没有看的人应该想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这么红 这个白莲花大饭店 它其实整个故事是围绕一群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他们会在度假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这当然第一个有钱人的世界 大家就很想要看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度假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重点 他们就像是第二季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个尸体飘在海上 所以就变成说 观众就会想要跟着剧情去找说 到底谁是凶手 非常的吸睛 感觉有点悬疑的 对有一点点悬疑 有点像那种感觉 很像侦探片那种感觉 就是他会想要去找凶手是谁 然后整个剧也就是黑色幽默啊 让大家会去反思一些可能金钱 还有特权的一些议题 在网络上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 那为什么登上热搜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有可能会有第三季 就是大家导演就想说 有可能第三季会在亚洲为背景来取景 因为像他们今天就是 在夏威夷啊西西里岛 用四季饭店来当这个白莲花大饭店 那第三季的话有可能就是在亚洲 然后在第二季的时候也有埋下伏笔 所以大家非常的关心 不知道亚洲会是什么大饭店 就可能其他的热带导旅之类的 对所以也是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所以看到娱乐新闻也是 美国人最近很喜欢看的 好再来我们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 玛利亚泰尔克斯 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说 哇他是哪一位呢 其实他很厉害哦 我跟大家讲 他的是有太阳女王之称的 这个匈牙利益美国科学家 跟生物物理学家哇那最近为什么他会被热搜呢 其实跟旁边你看到这个图片很有关系哦 因为就是谷歌涂鸦最近在推出新的图案 就是以他为主啦 那主要是因为他是122岁的名单哦 那这个泰尔克斯哦他是研究太阳能领域的先须之一 哎其实我没有想过太阳能竟然是在二战的时候 慢慢这个萌芽的哦 他二战的时候就接受美国政府的 那个委托为海军制造了一种太阳能的盐水蒸溜器 所以就算你在很不好的环境哦 其实都可以喝得干净的水源 那当时士兵就有这样子的需求嘛 那后来他就是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 他又开发了一个在民用这个建筑上面设计太阳能加热的系统 跟现在就有点类似了 好那后来他又开发了一个太阳能烤箱 所以他真的是蛮厉害的 他也有得到女工程师协会成就奖 那不过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有离开人世 当时他是94岁蛮高龄的离开 那因为他122岁名单嘛 那Google涂鸦就有纪念他 Google涂鸦常常纪念的人 真的就是会蛮多人在热搜他的 因为大家会想看到 就是大家看得到 所以他有知道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间接知道他的故事了 不是在从书本看爱迪生 还有很多不同的科学家 所以就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 接下来给大家来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登上热搜话题的是这个iSpace 就是听起来就是跟太空有关 他是一个日本的太空公司 那他在11号的时候跟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旗下的这个SpaceX合作 然后从这个美国佛罗里亚洲发射升空展开他首次的任务 那这个12月11号这个SpaceX的猎鹰9号 他就带着这个iSpace的灯月仓 他们叫做HakutoR升空 这个Hakuto的意思就是住在月亮里面的兔子 或是玉兔就是什么兔就是什么白兔 对很可爱的一个名字这样 然后他就升空了嘛 那他在47分钟后 他的登月仓跟火箭就成功的分离 那预计会航向距离地球大概38万公里的月球 然后在明年4月的时候登陆 那这个日本这个iSpace的创始人 他也有讲说这绝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过往就是通常要这个发射这个火箭 通常都是要这个比较大的国家才有办法做到 可是这个iSpace如果他任务成功的话 他就是全球第一家成功登月的民营公司 对Hakuto 也算是创下一个记录 对HakutoR讲R还蛮可爱的 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过而不改 其实看我们这个图片就知道 真的是过而不改这个成语 就跟我们每次年底 就会选出一个年度代表词有点像 只是韩国他们是选年度代表的成语 台湾是涨嘛 因为涨价物价通膨等等的 那南韩就是过而不改 为什么是这个呢 其实有50.9%的人选这个字 这个成语 他们就是出自论语 就是说如果犯了错误而不改 那就是真的错误了 好为什么呢 其实他们说这个成语 是由这个黎州大学的教授所推荐 他认为说现在南韩 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面对错误都以以前政府做得很差为理由 然后因为今年他们发生了这个 黎泰院的踩踏事故 所以他觉得也没有人出来承担 因此我觉得现在南韩人的感受非常的深 可能就是对于政府有一点不太满意吧 好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大人物认为 可能陈文润自己做错事就很丢脸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承认 但是应该要有过就改 好那第二排名的是14.7%票数的叫做欲盖弥彰 好像也不是很好 感觉也是跟政治人物有关之类的 那第三名的是雷软之围 获得13.8% 这就非常危险的意思 所以看出来现在韩国好像对于他们的国家情势 不太难言 你看这前三名都是比较负面的词 对 没错 好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关心的叫做这个卢崇茂 他是香港的医务卫生局局长 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其实我们知道中国最近这个防疫 也开始有一些松绑了嘛 对 说现在不用扫码了 对对对 很多都松绑 包含像是他们最近也取消这个退烧药 本来要实名制 现在也开始不用了 然后就变成说开始很多民众会到药房 去抢购这个止痛药 退烧药 然后反而会有一些囤药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是香港关心的 因为这个状况也蔓延到香港 就大家可能抢不到 开始到香港这边来抢 那现在媒体就报告说 香港有很多的药局的工作人员都说 很多顾客到药房一次来买止痛药 都是三四十盒这样带 所以导致止痛药非常严重的缺货 那他们说这些人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止痛药寄回去 他们所谓的内地给亲戚 因为他们现在寄到中国去了 对 就是开放之后 就是感染的人就有 人数就有明显的上升嘛 那这个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 这个卢宠茂呢 他就有讲 这个香港现在这个抢购潮 药到底够不够呢 他就说现在他们会确保 药物供应是OK的 而且尤其是这个公营医疗的系统 他们都会确保 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储存的量 他当然也呼吁民众 大家真的是不要再继续囤药 不要导致说家里放了这么多 然后反而真的有需要的人 好像还没有办法买得到药这样子 但是依照台湾的经验 你怎么喊他都没有用 大家的恐慌心态 因为台湾之前有一阵子也是 普拿藤非常缺 对啊 但是我们不到囤药啦 因为还不治那么严重 但是因为中国当然人比较多嘛 所以他们就会怕嘛 没错 好 再来我们来看台湾的这个热搜是 林秋梨 不知道欣妮知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 你不知道他 其实他这个我讲几首歌 听海江南枯沙曹操不为谁而作的歌 他是作词人林秋梨 那他也是这个找到林俊杰入行的 林俊杰恩师 所以他也是一个音乐界 就是大家蛮火红的人我 不过他62岁的资深音乐人林秋梨老师 他过世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他的太太在12号的时候 发文证实说丈夫已经离开人世 那大家就很震惊嘛 其实林秋梨老师他之前就是有肝的问题 所以他儿子还有捐肝给他那进入开刀手术 那后来是住进加护病房奋战当中 那大家就希望帮他集气嘛 不过后来在12号这天的时候 他的太太就发文说他已经离开了 那除了林俊杰之外还有阿杜 也是他在新加坡所发掘的 那张慧妹阿杜的歌很多都是他填词 所以他这个人真的是蛮厉害 就连另外一个音乐人许常德 也说其实他真的是个性很好 然后也让他知道说 原来跟后辈之间的感情跟态度 其实应该要像林秋梨老师一样 所以这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那接下来大家来看到的是新加坡的热搜话题 是印度的总理莫迪登上热搜话题 印度总理莫迪他在11号的时候 出席了这个果安邦第二国际机场 叫做莫帕国际机场的落成典礼 那莫迪就在这个典礼事实上就说 印度未来要持续的发展 应该也要加强旅游的方便性 因为毕竟是机场的落成典礼嘛 当然就是让大家有更 希望大家都去嘛 没错没错 那其实印度从2016年开始呢 他们就一直有希望说 可以加强境内机场的一些状况 包含更新有一些机场 比较老旧的设施等等的 加上印度其实他们接任了 2024年这个G团体轮值的主席国 所以势必未来呢 会需要迎接非常多国家 非常重要的贵宾 那当然机场就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嘛 所以当然换行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莫帕国际机场呢 预计在明年1月就会正式的营运 那每周大概会有168个航班来起降 算是这个蛮热闹的 那跟当地他们其实本来有一个第一机场嘛 就是国阿机场会一起来为旅客来服务 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航空公司进驻 预计在明年3月的时候 国际航线就会正式开通了 那当然这个莫迪也在典里说 透露上包括德里跟孟买 陆续也会有新的机场来建成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